VCF的打野 他選了他的man角 他這個直接搶了一隻 心葵 手搶心葵 你們就知道他這隻角色到底有多man 手搶心葵呢 其實你很容易被counterpeak 包含說什麼 小青 瑟斐師 埃羅 然後甚至是蘭鐸 你都可以選擇 藍方手搶竟然搶了一隻心葵 就代表他對於這隻角色的所謂度 而想而知 非常的專精 那個VCF的打野確實啦 他那個心葵超級無敵man 他在他們那時候 泰國這些聯賽的時候 他的心葵就是非常出名 那我們先看一下雙方整體的陣容 不過我個人覺得 HK這邊是可以打的 雖然他葉娜拿去打 愛里在前期的時候可以來去做 壓制的動作 包含在中後期 可能一格對於蘇會不太 就是蘇會不太舒服 但是其實 你們看 光看這整個 整體的輸出以及大後期 大後期其實我個人覺得 HK如果能撐到後面的話 他的壓制力是非常強的 包含說什麼 蘇跟克里希的兩個combo 就是一直塞東西丟過去 然後呢 心葵你想要抓到 達達的蘭鐸 基本上是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蘭鐸本身就有點小康 有點小康到心葵 雖然沒有到什麼 埃羅 瑟斐師這麼來的好 就是我個人覺得 埃羅 瑟斐師他就是可以 直接吃心葵一套 然後打回去 就是你可以吃他 因為心葵就是摸你一下 之後直接打走 對 但是呢 那種戰士角色就是 我不怕你摸 你摸我也覺得沒差 反正不痛不癢 然後一撐到大後期的時候 我可以直接坦住你所有的傷害 不過蘭鐸就是屬於 就是吃你操作者的這個機動性 就是你自己操作者的 什麼程度到底多多 那達達本身就是man 蘭鐸的角色 所以我個人覺得 以整體來說 整體的陣容 雙方打起來是有得打的 而且呢 以雖然 欸欸欸欸 我剛剛正要說 射手 就是 叔叔自己 完蛋了要答應 好我誠實在講 以我自己來說 我個人覺得 蘇跟小丑對方 蘇會贏 為什麼呢 哇 我是在這邊 小丑竟然把蘇壓成這樣子 因為蘇的距離是 比小丑來的遠更多的 那 可是前期竟然被壓成這樣 應該是前面有 多多少少有一點小事物 可能居起沒有中 然後 或是自己踩太神了 才會導致這種情況 就是 你的 屬被小丑給壓出去 哎呀啦 沒事 我跟你講 先穩住 等到大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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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鐸然後艾里飛起來 蘇葉飛起來之後 那個居起身架起來 這 很可觀的 傷害是很可觀的 然後呢 葉娜打艾里 本身前期就想 所以他絕對是可以把 那個什麼 艾里給壓制住出去 就有點像是 你用龍馬來去 他這邊 是有資訊的喔 達達是知道他過來 欸 達達不知道嗎 哇 這裡有點 不小心 有點不小心 因為艾里剛剛是有看到兩個人 是有看到兩個人 感覺有點 資訊應該沒有溝通到 資訊應該沒有溝通到 我個人覺得 因為這個看起來是 剛剛艾里是有看到他的視野 是有看到葉娜跟 一個人視野的 沒事 各位 先冷靜 先冷靜 雖然剛剛已經被吃掉一分了 但是 民族星還在HK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可以看到他第一嘛 對啊 自己 自己這個什麼 自己人 這個什麼 MAD1 Team HK 雖然 每個人自行的隊伍不同 但是 蘇蘇只要 今天 我跟你們講 今天呢 大家出去打 國外 就是世界賽 就是 完了 啊 拜託 趕快幫HK加油 完蛋了 那個星葵 我跟你講 那個人的星葵 是真的很鬼 是真的很鬼 他 剛剛那種 在前期的這種 抓人對他來說 就是 a piece of cake 你要看到他後面 他中後期的時候 他會有那種 他的二檔超準 他的二檔是 就是 沒有看過 就是他是那個什麼 你有沒有看過自己的巨人嗎 他就是那個 兵長本人 真的我沒有在跟你們吼笑 那個人的星葵 真的有夠強 這裡阿寶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他在中線的時候 直接踩出去 然後看到敵方所有的視野 所以上路是絕對可以來去做鴨子 漂亮 對就是這樣子打 有沒有 剛剛阿寶那個 他 我跟你們說 為什麼很多情況你會 就是你現在看不太到 一個隊伍裡面 出那種比較軟型的輔助 為什麼 因為其實如果你要出軟型的輔助的話 你中路可能要出戰詞 就是你畢竟 俗上次說過 中線真的很重要 你中線一踩不出去 會變成什麼 中線不行 這個不好笑 是你真的就沒有視野了 你中線視野群非常重要 你那整個河道 你要站出去 你還可以給隊友情報說 喔下路三個人 我看到星葵的星葵就下 你們上路擋個兇 對就是這樣子 像剛剛阿寶的動作就非常好 然後星葵現在在這裡 是誰來去做一個卡點 你有沒有看到 阿寶就是會來去探草叢 他現在探草叢 可是星葵的位置是沒有人發現的喔 他好像是想要Game 他好像是想要Game輸 對他這個動作是想要Game輸 然後他們這個陣容就是 星葵可以直接進去 然後配合佔尼爾的大絕加封塔 所以會有點危險 但是阿寶又直接卡了上來 寶哥這個東西打得非常之好 然後還離這邊趕快逃 趕快逃 不要就是不要留任何的招 他的兵線已經推進去了 所以他這邊還行 然後蘭鐸來去做補線 OK 整體營運 都在一個水準上 然後選角也沒什麼問題 OK啦 OK啦 各位不要 酸民不要酸 好不好 你們這個 又不是你們上去打 喂 大家一起幫HK加油啦 好不好 這誰的輸出那麼噁啊 我重開一下 這誰的輸出那麼噁 是葉娜的輸出嗎 星葵的輸 星葵的輸出至少打了半條 奇怪他不是彈裝嗎 星葵果然不能放 星葵通常都出半彈裝 不會出全空裝 因為你出全空裝的話 你在中後期太軟了 你一進場就直接破棄 然後你只要被控制一下 你就直接沒了 你就等於是一個沒什麼用的角色 然後以目前來說呢 HK就是盡量拖到後期 有輸的傷害慢慢起來 現在7分鐘 大概再撐個8分鐘 撐到15分鐘之後就是 可是星葵一直在做事 啊好煩喔 撐不撐得住 他們這個一定要咬住 一定要咬住 咬到後期 因為其實對方的四等 從四等開始 其實算是蠻強的 但是只要撐到後期 HK整個陣容就會直接往上 一路直接往上升 現在就是 要怎麼形容 現在就是那個美股你知道嗎 現在在疊 等待那個反彈 反彈一起來 哇哩咧 這個賺爆 因為這次群組輸了很多錢 所以才會 以美股來去做舉例 我現在突然覺得 他後來補的這個讚尼爾 其實價值 偏高 就是價值偏高 因為我後來發現 星葵他現在變得有點腦勁 就是星葵直接進去 他不管你旁邊到底有多少人 我就是直接進 然後我的讚尼爾就是跟著他 什麼東西 他預判 我看一下慢動作 他切進來 哇 伊格跟星葵都預判 哇 完了完了完了 趕快幫我打他加油啊 這個真的強 不可以沒心態 不可以沒心態 我跟你講 加油加油 雖然 被秀就被秀了 我跟你講 這個東西就是你被秀就被秀了 不要想著過去 現在只能這樣子了 想辦法把他討回來 真的 就是想辦法把他討回來 這個人真的強 你不得不承認 他星葵就是強 好 但是我下次要把他討回來 現在就是這樣子 這個星葵佔見了所有的風頭 他直接斜到中線 然後讚尼爾直接飛 有沒有 他就直接不管 他這個讚尼爾後來 後來補上去 其實價值有點偏高 現在唯一能騎到就是 想辦法首先把兵線清掉 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就是把想辦法 兵線清掉 化解掉直接拉開 拉開 因為你一定 你現在11分鐘 那個星葵現在就是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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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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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星...他們上面直接打了一波 然後讚尼爾直接飛 星葵沒死 哇 超... 超酷 哇 那星葵到現在 他好像沒死過一次吧 303的戰績 如果能夠讓他shutdown一次的話 你就削爛了 我跟你說 他現在9.5K 有點太肥 他現在的傷害 誇張到 蘭鐸就算躲過了他可能 一段輸出 但是他只要吃到一點點 那個斜線直接半開 頭真的直接裂開 因為他現在輸了2000 然後對方王者見 然後重點是還有一個讚尼爾 哇 那個讚尼爾我沒有想到 他那個讚尼爾真的厲害 選下去真的厲害 選下去真的厲害 不得不說 泰國隊伍真的強 不過現在中左都是我們的視野喔 中左都是我們的視野喔 中左都是我們的視野喔 哇 哇 完了 屁咧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他沒事耶 中山沒事耶 他直接當 他這個讚尼爾選得太好了 他除了星葵玩得很好以外 因為讚尼爾選得太好 你有沒有發現他就直接不管了 我直接二當進去 然後讚尼爾直接飛 減傷 完蛋了 小鈴沒有大 也沒有順 不能放他的星葵 他的星葵好強 好強 真的強 MEP都他沒什麼好說的 我倒轉 回去看一下 他們應該是有視野資訊的 不然不可能這樣子 沒有他們沒有視野資訊 他們應該是用拆的 用拆的 星葵直接用拆的 然後反正讚尼爾就直接飛他 他這個盪的真的很美 這果然是世界賽 就真的很強啊 沒什麼好說的 對方真的 有東西 很可惜 沒有撐到15分鐘 如果撐到15分鐘 情況就有機會打 可是 對這場就是沒有撐到 那個星葵做了太多事情 那個星葵配合那個讚尼爾 太鬼了 真的太鬼了 這邊除了講錯了 舒適有大的 只是沒有順 所以就直接被這樣子接一套 你看他這個傷害多噁心 哇 他摸一下而已耶 摸一下 抓一下直接爆開 哇 我覺得這場 MP的那個星葵 然後 他們最後那個讚尼爾 選下去的價值真的很高 一開始我沒有想到 後來 後來發現他這個讚尼爾 一選下去之後 他那個星葵 中期太噁心了 他直接進 他就是 你有沒有發現他就是沒有視野 他就照樣進 我不管 我不管你 反正你也殺不了我 然後我是半壇中的 然後我還有一個讚尼爾 可以肥我減傷 然後隊友就直接 在這個時候直接包過來 哇 臨運有 然後 打架 那無話可說很厲害 操作 操作手練度 角色 這個星葵的操作性質 頂級 真的 他的星葵真的頂級 不得不說 厲害啦 好不好 雖然HK輸了 但是各位不要氣餒 後面還有比賽 後面還有比賽 繼續幫我們台灣隊伍加油 HK加油 MAD加油 One team加油 好不好 我相信 三隊都可以 努力進到八強的 我相信 然後各位酸民也不要再酸了 好不好 就輸一場 是要安諾啦 就輸一場而已 好不好 打回來就好了 打回來就好了 還沒到總冠軍 不知道誰輸誰贏 OK我們 下期再見 各位 聊天室的 MADGK加油 我們下期見 掰掰